还有一回啊 我女朋友因为梦见 她梦见我出轨了 然后就跟我生气 然后我就后来就思考 为什么从来都感觉是 女生因为做梦跟男朋友生气 从来没有听过哪个男的 因为梦跟女朋友生气的 是因为我们男的更理智 能分得清梦和现实吗 不 我告诉你们为什么 因为我们之所以不会因为梦生气 是因为我们男生 通常也是梦见自己出轨了 你这玩意儿你怎么生气 你怎么跟人生气 哎 哎 醒醒 醒醒 我都出轨了 你还有心思睡觉呢 胖 你果然不爱我 我跟你说这都是男生心理的秘密 没人会跟你们说这些的 我今天我杨梦梦我就坐实了 我就是男人的叛徒 还有 还有一个事 没有一个男的去夜店是为了蹦逼的 我就不相信 如果没有女生的话 我实在不相信 哪个男的会在半夜三点钟 他突然就是 哎 我想跟着音乐的节奏舞蹈 哪里可以满足我 而且夜店的玩意儿也太不好玩了 夜店太无聊了 我这辈子第一次去夜店的时候呢 黑不隆通的 然后过道里座位上全是人 然后所有人都在这儿 我心想我现在这就是夜店吗 你这不是关了灯的一号 现在早高峰吗 我最不喜欢 夜店里很多人在抽那个电子烟 我还想现在很多人都在抽电子烟 对吧 而且因为它很方便 所以有的人可以在室内抽这个 他们在偷偷抽电子烟的样子太好笑了 他们先把这个烟卡在这儿 然后放在这儿 然后这样呢 然后就全部也放在我 然后就被人闭门了 就眼睛瞪你 又突然开始冒气了 而且你看这个眼神 你往往就特别自信 你知道吗 就好像在跟你说 看见没有 老子 会冒烟 有一个朋友在一个餐厅 那个人你知道吗 他就大摇大摆地在抽 然后人家服务员过来了 说不好意思先生 这里不可以抽烟 那个人说 我这是电子烟 他那口气很轻蔑 好像说你脱脑帽 不懂高科技一样 我要是那个服务员 我上去就打他一拳 然后他说你不可以打人呀 我说我没打人 我这是量子力学 而且那玩意儿一点也不酷 我真的不明白他酷在哪里 他在我心里的形象 还不如那些传统烟 至少比如说一些 电影里面的形象 桥段嘛 教父那样的对吧 雕个大雪茄 然后 你至少感觉这是一个老大 但是你们想象一下 如果教父抽电子烟的话 这玩意儿这么长这么扁 塑料质感 含在嘴里 跟雕了个U盘似的 你还觉得 你还觉得他是Godfather吗 你会觉得 我这Godfather得了阿斯海门了吧 你都不想跟中他 你都想哄着他 来来来老爷子老爷子 把嘴里面的U盘拿出来 对对对对 不能吃 不能吃呢 老头留的哈喇子呢 我的烟蛋漏油了 谢谢大家 我是朋友 谢谢大家 我是朋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